很多女生以前她的月經可能來七天 這次突然變三天 她一直有一個邏輯 我有四天的量塞在子宮裡面沒有排出來 很多女生會這種錯覺 其實我們的精血是周極性 就好像那個剉冰現剉先產生的 所以你沒有就沒有 就它產量就是少 並不是說少了四天就有四天量藏在裡面 但如果說精血真的卡住塞在裡面出不來 最典型是可能她前陣子剛做過子宮的手術 無論是因為流產手術或者一些內膜需要治療的手術 她真的黏住了 塞住出不來 這種通常很痛 她會痛到會掛急診 她絕對不會在家裡躺一躺 做做那個骨盆運動 吃一個簡單的藥就好 那個沒有辦法 那我們黏住是黏在哪裡 是說它剝落了 對 然後黏在壁 我們子宮是一個三角形的開口嘛 對不對要從這邊排出來 可是這個開口如果塞住了 血自然就積在這邊 我們子宮腔的容量很小啦 你塞個8CC 10CC就痛得不得了 這樣子 對 那到底是多好還是少好啊 有這個邏輯嗎 從這個溫室效應的概念來講 我覺得少比較好 因為可以省一點衛生棉才不會好 那以女性的 我是講真的以女性的觀念 董事覺得好像多一點比較女人味 從婦產科醫師的角度 我們覺得多不好 因為太多的話常常是疾病的表現 簡單講剛好就好 什麼叫剛好呢 月經如果來三天到七天之內 我們都認為是合理的 超過十天是有問題的 可能找醫生商量一下 蘇星也認同喔 採訪的過程 而且很 我覺得剛才陳醫師講一個很壯觀 如果你每次來都痛 那你可能你會去找醫生 然後醫生會幫你找出問題 然後解決對策 然後如果你是每次來 開始有點痛 你用你自己的偏方有效的 那你就是自己過得很疑然自得就好 可是最擔心的一款是 你每次來痛 然後你用的偏方沒效 然後它越來越痛 你還覺得反正就是沒有辦法的痛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去找那個婦產科醫生的時候 她形容自己已經痛十九年了 十九年 那一直覺得說十九年 這表示說每個女生來都會痛 可是她為什麼最後要找醫生呢 是因為她痛到後來是連走路都痛 結果醫生一看 其實他說 醫生形容他的子宮 他說覺得那個子宮本來應該是很柔軟的對不對 他說他的子宮幾乎已經硬掉了 為什麼 他說裡面呢 第一個他有子宮內膜異味 然後他有子宮肌瘤 然後他最主要是 他後來其實已經跟後面的直腸有些沾黏 就是你本來是應該一個柔軟可移動的 可是他變成硬掉 而且貼在後面的直腸壁上 後來他把它割掉之後 沒事了 你這個我補充一下 我兩個禮拜前在開個類似這樣 都是我一個老病人 三十歲的時候是內膜悅症巧克力兩種開完了 開完其實還不錯 但是這六七年就是 疼痛越來越嚴重 就我上次開巧克力兩種開得很乾淨 可是他的變化就在子宮 而且他們開的時候 我之前特別跟他商量 因為他沒有生育也沒有結婚 所以我們做一個術式 就是子宮切除 但是子宮僅保留 我們叫次子宮的切除 這樣對一些未婚女性是比較好 好 那切的時候 後來開的時候 子宮切下來 腸子也切下來 因為他的子宮的發炎太嚴重 我們把整個腸子都包進去了 所以後來被迫必須犧牲掉一部分腸子 他就只好做一個罩口 所以不過這個女孩子很好 我們有跟他溝通好 家屬也溝通很好 可是就是我就跟他講 因為他忍了十年 他後這五年我一次叫他開刀 他一直說很忙沒時間 然後我就說你 有時候是逃避吧 都有 我覺得真的是 這種女生的責任心太重了 他一個月有七天到十天是不舒服 結果我跟他說你只要開刀加恢復 只要差不多十四天就可以搞定 你覺得兩個月不舒服的時間就可以搞定了 結果拖了好幾年 所以會有這種成果 好 所以呢 當然這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但彭醫師有沒有可能 就是 剛才你剛才講了一些 比較物理性的一些治療法 有沒有可能在生理期的那段時間裡面 我們怎麼做 然後讓我們那個精通 我們以後就 就說拜拜啊 又怎麼穴了 其實有一些叫做Functional Food 就是說它可以輔助 然後你就是先辨別 大概辨別一下自己的體質 就我剛剛講痛分兩種 一種是虛痛 一種是食痛 一種是氣血不夠的 像這種腎氣虛的 你平常很容易累啊 怕冷 然後來的時候腰酸 特別明顯這種的 黑豆茶 黑豆這種食物 在補腎 以及緩解精通的效果 是還蠻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的虛 對就是炒黑豆炒一炒 然後煮黑豆水 它的味道會有點像 玄米茶的感覺 對加一點紅茶 紅茶葉也可以的 那如果是氣血兩虛 就是你屬於血不足 貧血看起來就很蒼白 就是真的有一點貧血這種人 那你就真的要吃這種 所謂的紅糖薑茶 因為紅糖它補血的效果 是比較好 那這種血不是補血紅素 或鐵質之類 它是讓全身的氣血循環好 然後再加上薑 能夠溫暖你的皮味 讓其他的食物吸收更好 那如果是屬於食證 像氣質血淤啦 或者是這種寒凝血淤 不管是氣質的 或是太冷的 有血淤的人都要吃化淤的食物 這樣來的時候 不會有淤就不會痛 怎樣算血塊多啊 血塊多就是 一般正常的月經 其實應該是沒有什麼血塊 但是有的人 他是就是來的時候 只有血塊 然後說就內褲沾到一點 沾到就是這樣子 完全沒有血 這種淤很嚴重的 有的是太冷了 所以它的血根本就出不來 這種寒凝的 它本身也容易怕冷 這種是荒漆枸杞 紅棗叉 就是枸杞叉 這種的是最推薦的 它又補氣又補血 然後又可以滋陰 那如果你是因為氣質的 就是說你很容易生氣 然後你血塊真的是多到 它是一塊一塊掉 根本就來不順的 沒有辦法用衛生棉漆的 這種就是會吃一些山楂 這一類酸的東西 來幫助這個破血 那最後就是說 有一種是很燥熱體質的 比較少見 可是因為熬夜的人多 也越來越多 所以它平常就是 小便比較黃啊 怕熱這一種就是 反而要多喝藝人茶 它喝上述什麼薑茶 它越喝越不舒服的 對 來陳醫師 那如果從日常生活的這方面 做好控制的話 你的建議是 Focus在飲食 因為中國人重吃嘛 我還是從飲食上面 給四個小原則 第一個平常就可以做 少量多餐 對 少量多餐的原因 其實體重跟養生之外 其實血糖的波動 不會那麼的多 第二部分就是少鹽 其實鹽分攝取少 絕對是必要的 尤其在經期來的時候 或者經期前七天 我覺得這時候控制好 就比較不容易水重 第三個其實是在 可以補充適當的糖分 我講是在經期 或經前這七天左右 因為好的糖分 包含像是黑糖類的 它有些維他命B群 還有一些適當的巧克力 我們剛剛提到 巧克力裡面 其實它可以升高 你的血清激素 其實讓你愉悅感 會比較高一點 比較不會產生 經前不爽 不躍症 那這一個是飲食均衡 其實我個人是不反對 補充一些所謂的 保健或營養補充品 其實這個部分 像大家知道 在經前的不舒服的部分 吃月薦草油這一類的 或者不飽脂肪酸這一類的 像魚油類 其實都是有改善的 只是魚油可能在經期不太適合 因為它會抑制凝血 那月薦草油 其實就是一個 還不錯的選擇 所以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讓女性 可以在當下不舒服的時候 心情開心 購物是嗎 購物是嗎 購物絕對不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在家裡面氣憤的營造 老公的配合 情緒上的經營 孩子的配合 孩子也是 分配好好一點 我相信這個金錢症候群的症狀 應該大幅降低了 祝福大家每個月都能很順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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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老不相幫 健腦超立即見笑 它兩個穴要相對 我們是對照 不是按那個穴照 是這樣交替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活動 我們腦部的話 其實這個腦部很多的一些 皮質的反應是在手上面 所以它很多對稱的動作 是可以 鍛鍊腦部的 明天晚上八點 情緒幫我教過